今天我们要来画一个万圣节鬼屋 我们首先在这双方 画一个三角形 然后一条直线画下来 我们可以先准备一个点 然后把它们连起来 这边也是 这个房子它因为是一个闹鬼主题的 所以呢就算我们画的不值也没有关系 它本来就可以画的歪歪扭扭一点 比如这什么线画进去了都是没关系的 它还看着一个房子的形状对不对 我们把这画一点草地 这边也是 把它们连起来 然后你再给它加一些细节 比如说这里呢我画一个小阁楼 它所有的造型都是像这样的一个尖尖的房顶 这边也来一个吧 三角形的顶看到没有 画错没有关系 到时候里面会全部涂黑 可以画一些古怪的造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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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画一个三角形来可以哦 对不对 这边要空出来 这里来一个栅栏吧 这块高一点 其实这个就像一个小箭头 有一个三角形的箭头 这里也来一个榨栏 这个房子里面呢 我们就给它画一些窗户 画一个圆形的 中间给它画上一个十字 随便的在里面画一些方形 因为它是一个鬼屋 所以呢 多画一点 都画上一个十字 但是呢也可以斜一点 你看可以歪一点 然后我们跟这个鬼屋呢 加一个房门 画一个 差不多在这是不是 也画一个方形 然后呢 在这里面 给它的门打开一个缝 这边可以留一个边边 给它门上加一个窗户 有一个圈圈的门把手 诶 差不多 它就画出来了 我们可以加些小装饰 比如说 在这里 加一些蜘蛛网 这边有一个人加点窗户 嗯 然后跟这个脸上弧形 线 弧形的腕 然后跟这个脸上弧形的腕 然后跟这个脸上弧形的腕 好 嗯 你敢接着网啊 这边也可以加哦 加一些从里面跑出来的幽影 只要放一个大块的形状就可以了 去 去 去 我先选一个细一点的脸 不要画 碰出来的眼睛 不 不 嗯 那个是微笑 那个呢 哈哈 它也是在微笑的 左上方就可以把它画一个大大的力量 你可以选择画弯月 或者是满月 对 不配 那我们来给记住鬼屋 拼写英文吧 鬼屋的拼写 首先呢我们来写闹鬼的 H H H U N T E D Handed Handed House Handed O U S E House Handed House Handed House G Handed Handed House